好,我要來復盤一下我剛剛轉到的1.43平均PB2 第一把是1.08 這把比較特別一點就是說 我看到的時候就是想說這可能是一步底 但是想一下這個Purity 這個型態其實可以做NLC 所以我就用NLC去做 好,所以我是這樣 然後這樣子 好,第一把9步 就是第二把1.64 好,這一把 我是做藍底 然後 是看到說這一條 然後就沒有去管了 然後就是看其他兩個邊塊 要怎麼去做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個 綠紅 就一步就到這邊了 然後我就想說 看能不能這個Bar做完之後 把這個 就是放進來到這邊 然後 因為這個就在這邊了 所以 放進來 這個放進來之後 它又出 這一塊又會從這邊出去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說 拆一看看會不會L3E是 簡單的 對 反正L3E也 頂多就是那 大概 三種 左右 對 所以我就是做這樣子 對,然後裹不起來就 剛好遇到其中之一了 這個 第三把 1.95 這把 喔,我是做綠理 因為剛好看到這個 它的這個 它應該說它的位置是對的 所以 就是 這樣子L3E 所以 就是這邊一步下來 然後 做完S 然後翻面 然後這邊我其實已經猜到 是什麼 L4E了 所以 那時候就差不多是玩L4E的狀態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 L4 就是S 然後 這邊 第四把 1.58 這一把 好,這一把 這把好像也是綠底 對 這個 黃綠 黃綠 跑到這邊來 然後中心就跪位了 然後這個就直接放下來了 這個沒有疑問 然後好像剛好這一塊 就跑到這裡來了 所以是對的 所以上面 上面 我如果那時候 玩L4E沒有猜錯的話 上面 就只剩下L3E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是這樣 然後 B U' S 好,最後一把 1.06 Counting 1 1.05 這把 就 有4個是叫 然後 這個 我也是玩LOOK 就是看到說 這一個 邊 在這邊 然後剛好 我過來了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看到說 它這一塊跑到這邊 然後這塊跑到這邊 L3E 會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 沒有想太多 就是直接先做 好 那我是這樣子 然後 U 這樣子